贵州省福泉市马场平办事处平保村 23日下午发生一起森林大火 初步核实已至5名救火人员死亡 一人受伤 记者从福泉市了解到 火灾发生后 福泉市林业等部门以及当地政府负责人 迅速组织干部职工奔赴火灾现场救火 18时40分左右 由于风势太大 风向突然发生转变 导致马场平办事处2名工作人员 和3名护林员无法及时撤退 不幸遇难